原标题 赵云丹枪匹马,能在敌军之中七进七出,斩将五十余人。在智计方面,诸葛亮几乎算无一策,堪称用兵如神,等等。另外,其中的很多小人物也非常厉害,例如诸葛亮的门童,可以让刘备吃饼,薛恩小将可以凭一己之力,拖入包括黄盖等人在内的江东十二席,等等。 不过,有一个牛人比他们更加厉害,这个人是谁呢?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这个人物,即便是没读过三国演义的人,也不会陌生,他就是与关羽同为刘贼结伴兄弟的张飞。 当然了,张飞的过人之处,不是关于口中,他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,不探劳取物。 也不是他三声大喝,就能吓死吓猴姐,吓得萧雄曹操策马狂。 本,也不是他能与三国第一猛将旅渡,大战一百余河,位落下风。 而是,作为刘贼是约同身共死的结拜异地,作为刘贼真正的心腹爱将之一,他竟然占过关羽,扬言要取赵云性命,甚至两度坑刘贝,实在令人惊讶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一,两度坑刘贝小说开头部分,王金军起义爆发,刘贝与关羽,张飞结义,并兴起了一兵。 经过一番奋斗之后,刘贝终于因公被封为安血县位,并行政爱民,成为了一个口碑很好的清官。 可是,后来上级派下都由视察,而这个都游,是个贪财小人,一定要威胁刘贝,拿财物贿赂自己。 正在刘贝苦恼的时候,兴起如火,又喝了闷酒的张飞,将都游绑在了双马庄上,打有条鞭打,如果不是刘贝及时阻止,或许会闹出人命。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,刘贝只能器官逃离,于是,真正的第一统计,就这样化为了虚无,还遭到了通缉。 如果解释葬送了,一个县位之职,大约也不算什么,毕竟之后,刘贝投奔了戴州四使刘徽,后来又通过公孙赞的关系,成为了平原巷,损失不大。 可是后来,刘贝通过积赞名声,终于有了依州之地时,张飞又实实在在地坑了,他一次当初曹操未报复仇,攻打徐州陶谦,刘贝前去救援,并在陶谦临终时,被举荐为了新的徐州墓。 这个时候,曹操下令,让他去攻打袁术,于是,他只能无奈与袁术开战,而留下守城的人,则是张飞。 我们都知道,张飞本就性急冲动,一旦喝了酒,便更不靠谱。 所以刘贝临行前,千丁宁外嘱咐,与他约法三章,不许他喝酒。 结果刘贝前脚离开,他后脚就因喝酒之事,与曹道发生矛盾,于是,曹道约女婿旅不攻城,徐州失陷,刘贝不但失去了立足之地,还陷入了危机。 二,占关羽张飞和关羽是结败兄弟,在一定程度上,关羽是能够约束张飞的,例如徐州沦陷之后,关羽直接输落的张飞,想要挖剑自吻,等等。 但是张飞却也敢与关羽动手当初关羽吐山约三世,将汉不降草,张飞误以为关羽了背叛了刘贝,于是,见到关羽之后,二话不说灰毛向关公便说,就算关羽和甘尼二夫人都解释了缘由,他也不信,请杖八长矛便说将来,直到关羽斩杀太阳,表明心计,他才肯罢休。 三,怀疑赵云投敌,要杀赵云另外,就算早已成为国民男神的赵云赵子龙,他也曾因怀疑对方的忠义,扬言若撞见时,一枪刺死。 此事发生在长百坡之战时,那时的刘备,因为携带十万百姓逃亡,遭到了曹操的追击,被杀的抛弃弃子而逃。 死中的赵云,发现弄丢了刘备的家小,于是,冲回乱军之中寻找。 这个时候,民方误以为赵云,被弃刘备投奔了曹操,所以向刘备汇报了此事。 刘备倒是不信,张飞却急了眼,直接便道,他今见我倒是兄弟。 尽,或者反投曹操,以图赴贵尔。 就算刘备极力劝阻,他也不肯罢休,一定要去寻赵云,并打算牵手结果这个背叛者。 通篇分析之后,我们不难得知,张飞作为蜀汉的顶梁柱之一,作为刘备的结义兄弟,竟然真的两度坑过刘备,与关羽动过手,还曾扬言要取赵云性命。 不过,他所做的这一切,初心都不坏,出发点都是对刘备的忠诚,信服与维护。 所以,即便他误会了赵云、关羽,还坑了刘备,却并不惹人厌,反而有几封可爱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